八哥不该得到这个赏物 十三阿哥也不应该得这个赏物 所有的阿哥都不应该得这个赏物 应该得这个赏物的是红利 谁也没想到一场为猎 不起眼的小红利竟力压重阿哥成了最终的MVP 而康熙也被他的小黄森红利认证了大清第一巴吐鲁的荣誉称号 而他这位巴吐鲁不仅掌控着猎物还掌控着所有的猎人 可是第一巴吐鲁掌握着一切 但唯独掌控不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时间 夜晚第一巴吐鲁饮完露血 带着他的倔强刚要翻牌子 一旁的李德权就急了 皇上您已经连续六天了 今儿晚上您不能再翻牌子了 强者厌恶失控的感觉 在男人的心底忌讳的就是步行俩字 追求的是持久强悍 在那个没有严实神器的年代 只有德权才能理解康熙的难处 皇上奴才知道您心里烦 可您的龙体是在大清江山的根本啊 万一龙体健安那怎么得了啊 康熙又何尝不知道纵欲过度对身体的伤害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皇上就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工作压力太大 你的臣民 你的妃子 你的儿子 个个怕着你 敬着你 远着你 甚至还想颠覆你 孤家寡人 是啊 孤家寡人 这世界上到底还有谁能让他毫无顾忌的赤诚相对呢 或许只有通过翻牌子 在身体接触和交流的快感中 才能释放身体和心理的紧张 才能释放大量的内非态和多巴胺等快乐激素 来维持情绪的稳定 而相比孤家寡人 做个普通人或许更能收获平凡的幸福 秋日黄昏 凉亭下 斜躺着的无私道目不离书 此时 家人一边为他披上衣服 一边说着暧昧的责怪 天都凉了 你还在这看书 也不知道披件衣服 你什么事都让我管着你 大明我走了 看你怎么办 你要走 到哪去啊 看着吴老师急了 年秋月心里涌出一阵欣慰 而这种欣慰呢 又埋藏着很深的渴望 渴望中又带着未知的恐惧 我是附近身边的人 不过是四爷 临时前来我照看你的 总有一天啊 我要回到附近那儿去 要是我不让你走呢 乌司机一脸的胜券在握 精准拿捏着年秋月的女儿之情 看你美的 一个教书先生罢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有何 小妮儿 看不起谁啊 嫌我残躯之身 一文不明 一个寄人篱下的教书将 乌司机假装生气 小妮儿慌忙安慰 好 生气 你生气吧 我伺候不好你 我这就去叫四爷啊 责罚我 暗生情愫的俩人 就这样拉扯着 拉着拉着 乌司机的手就搭在了家人的肩上 小妮儿 我怎么舍得让四爷罚你呢 相反 我还要四爷赏你呢 我又舍得到你养子 而会 乌司机的手是